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前教育部长吴茂坤被控于任职东华大学校长期间, 四年内警察假563日, 其中违法请公差106日, 加上兼任四项非盈利事业团体职务却未经教育部和可, 经监委调查后, 监察院逐弹劾吴茂坤, 今日也通过监委之调查报告, 经教育文化委员会通过纠正东华大学, 综合媒体报道, 吴茂坤任国立东华大学校长期间, 每年应上班260日, 但监委调查指出, 吴自2012年1月就职东华大学校长期间, 四年内请假563日, 其中国内差价359日7小时, 国外差价203日1小时, 如再加上周末及国定假日, 有超过半数时间未在学校工作, 请差假日数显然过多, 为师行为明确, 监委高奉先也指出, 吴于任职东华大学校长期间, 还分别建任财团法人信誉基金会董事, 财团法人陈水来文教基金会董事, 国立大学校长协会监视及马协医学院校务发展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等四项非盈利事业团体之职务, 但却都为一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四条制三规定, 事先经上级主管机关许可, 直到教育部要求全国彻查兼职情形, 吴卯昆才在104年8月25日则, 由秘书市交人士士涵报警教育部于同年9月7日许可, 因此故监察院已于上月提案弹劾吴卯昆, 今日提案纠正国立东华大学。